医生我该怎么办 我就算少吃也瘦不下来 我都会说这不是你们的错 反而该说女性们都辛苦了 因为女性荷蒙为了保护 与怀孕生产相关的骨盆内器官 它会针对我们的腰啊 臀腿下半身 下达一个臀积皮下脂肪的命令 而在年纪增长停经之后 失去了磁激素的保护作用 脂肪就会开始往上半身 往我们腹部对积 内脏脂肪就取而代之 变得非常容易臀积 所以针对这类型的妈妈朋友 只要听我的话 乖乖照做 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的 嗨大家好 我是初日诊所的唐月医师 在初日诊所的求诊客户中 常常有人崩溃的跟我求助 他说医生为什么四肢瘦了 胸部也瘦了 肚子就是瘦不下来啊 或者也有人跟我说 为什么我肚子这么凸 没有喝啤酒 还有啤酒度 我记得有个个案是这样 他年纪大概三十几岁 是一个四肢很纤细 瘦瘦的一个OL 却顶着一个啤酒度 他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 医生我没有减重 我只是要把肚子削下去而已 其实你小腹大 代表是腹部脂肪堆积过多 可能是皮下脂肪 或者是内脏脂肪 但通常这时候呢 我们讲再多减重观念 对方也是听不下去 所以这些客户 我们就安排他量英八底 再去做腹部超音波 其实超音波直接秀出来 自己给他看 从这边到这边 全部都是脂肪 他简直不敢相信 才接受到自己有 内脏脂肪超标这个事实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肥胖 才会有内脏脂肪超标哦 一旦你不处理 就会变成脂肪肝 还有三高问题 像我们生活周遭常见的妈妈 在进入中年后 不管你怎么控制饮食运动 身材就是非常难维持 其实主要是因为 女性在40岁到55岁 从进入更年期到停筋后 内脏脂肪会比过去更快速的囤积 从原本身体脂肪的5%到8% 转变成45%到20% 而且有研究也显示 在停筋的前两年 内脏脂肪会增加8.2% 停筋的后两年 内脏脂肪会增加5.8% 来求诊的妈妈们 通常都很崩溃 医生我该怎么办 我就算少吃也瘦不下来 我都会说 这不是你们的错 反而该说 女性们都辛苦了 因为女性荷蒙 为了保护 与怀孕生产相关的骨盆内器官 它会针对我们的腰 臀 腿 下半身 下达一个臀肌皮下脂肪的命令 而在年纪增长停筋之后 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 脂肪就会开始往上半身 往我们腹部堆积 内脏脂肪就取而代之 变得非常容易囤积 所以针对这类型的妈妈朋友 只要听我的话 乖乖照做 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的 首先是你的身材 看起来会像一颗球 你体内堆积过多的内脏脂肪 会呈现一个苹果形的身材 看起来有肚子大啊 啤酒肚等特征 再来最重要的是 腹部有内脏脂肪 是代谢症候群的增兆 代谢症候群包括高血压 肥胖 高酸酸钢腰质 以及胰岛素阻抗 这些因素都会增加我们中风 心脏病 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所以不只是外观让你困扰 还会让你减短寿命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内脏脂肪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 可以接着看 《台湾人为什么越来越像球》 这支影片哦 所以内脏脂肪可以不管吗 答案告诉你 要管 本期影片就来教你如何 三招甩开内脏脂肪的方法 给大家一个好记忆的口诀 5 3 4 在了解如何甩开内脏脂肪前 你要先认识他是谁 肚子的脂肪可以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是存在于皮肤底下的脂肪 占全身脂肪大概80%到90% 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腹部 手臂 魂腰 大腿 而内脏脂肪呢 存在于我们腹腔 包围着一些重要的器官 占身体脂肪可能6%到20% 包括像胃啊 肝脏 胰脏 或是我们肠子 也有少量在我们心脏的附近 李医师教你简单用一个东西分辨 不用花钱去买 他就长在你身上 用你的手指就可以了 请往你的小腹捏下去 如果你肚子很大捏起来有软软厚厚的一层 那可能就是皮下脂肪 如果你肚子超硬捏不到明显的脂肪 那就是内脏脂肪 接下来介绍4个会让你囤积内脏脂肪的原因 第一个是饮食 饮食若你以大量的金字淀粉为主 又喜欢吃油炸类的食物 甚至有喝酒或含糖你知道的习惯 就会让你堆积内脏脂肪 第二点是久坐 长时间久坐不动 你就会发现你肚子游泳圈越来越大 第三点是基因 有限天生就是体质的关系 基因的问题 会让你容易在腹部的地方 脂肪细胞肥大 进而堆积内脏脂肪 第四点是压力荷蒙失衡 当我们人处在压力之下 身体会释放皮脂醇 皮脂醇会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导致血糖血压上升 让我们可以面对一些危急的时刻 但是如果你长期处于压力荷蒙失衡状态之下 身体就会进入备战模式 反而会降低代谢 全力储存脂肪 作为我们的战备存量 甚至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影响血糖的利用 增加腹部脂肪的堆积 而且你肌肉蛋白质会流失哦 刚刚的口诀还记得吗 534 第25是减重5% 当你体重减轻时 腹部脂肪通常是比较快消除的部位 如果以你的财产来做比例的话 内脏脂肪就像你平常会用的现金 或是你的活期存款股票这些 会比较频繁的去买卖 而皮下脂肪会放比较久 而且平常不会去动它 就像是你的定存或是房地产 其实在我们初二诊所诊监 分析了1000多个客户减重资料发现 我们的客户们内脏脂肪在减重后 都有获得很明显的减少改善 而且有医学研究文献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脂肪肝 你只要减重5% 就能够明显的减少肝脏内脂肪的含量 想要透过减重来铲除内脏脂肪吗 那你就要搭配接下来两招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招 我们做三个运动 其实内脏脂肪最怕你做有氧运动 Nature一篇期刊就纳入了16篇文献 582名寿司者进行研究 发现到每周至少10小时的有氧运动 可以有效降低内脏脂肪 并且随着运动时间越长 减少内脏脂肪越多 比如说你可以快走或是跑步 或使用固定式的运动器材 都会有帮助 另外高强度间歇运动也是可以的 高强度间歇运动简称HRIT 是一种训练的类型 也是间歇训练的一种 它的做法包括短时间、高强度的运动 并且中间搭配低强度的运动 或是短时间的休息 例如你高强度的动作做20秒 然后休息40秒 并重复15-20分钟的循环训练 你也可以依据1比1、1比2、1比3的比例来进行安排 有一篇整合性的研究 它总共有617名的受试者 结果发现HRIT显著的降低总体脂肪、腹部 以及内脏脂肪的含量 并且和骑脚踏车或是跑步相比 它降低总脂肪以及内脏脂肪的效果更好 如果我们透过核实共振去检测可以发现 HRIT有效降低了腹部以及内脏脂肪 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做三招运动 减少内脏脂肪 在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有充足的水分 也记得要做好软身 有任何不舒服就要马上停下来休息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三招可以建议大家做的运动 Follow力本来做起来哦 第一个动作其实是蛮容易入门的一个高抬腿的动作 那高抬腿有些人把它跟原地跑步放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拆解开来 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高抬腿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我们记得先 双脚是与肩同宽稍微打开 然后呢手可以放在一个高度的位置 如果你难度比较高可以放在接近胸口的地方 低一点放在肚脐的地方 再低可以到我们腰间 那我们现在就放在中间的地方 那这时候做的动作呢 先用我们的核心跟大腿的力量 来启动我们的下半身 来碰这个手肘 像这样子 好 那如果觉得难度太高 可以手放低一点没关系 这样做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那记得你上半身要持续的打直 稳定你的核心 刚才是比较触接入门的一个高抬腿 那我们也可以加快我们的速度 提高自己的心率 让强度再更高一点点 你可以在原地一样的动作让自己跑起来 这个动作呢做了30秒之后 我们就可以中间休息10秒钟 赶快接着下一个动作 接下来两个动作就是比较进阶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参考之前拍过的影片 糖尿病的运动处方 里面有教大家怎么做 弓箭步跟深蹲 接下来要做的是弓箭步 那弓箭步的做法 我们先跨出一步 然后一样稳定我们核心 打直上半身之后 用后腿来带动自己 蹲下来 蹲到90度的地方 那这次我们做的是一个变化型 所以你起来的时候 可以顺带做一个踢腿的动作 那我们再做一次哦 跨出去一步 稳定核心带动自己往下蹲 跟起来的时候做一个踢腿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持续 一样是做30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心率 跟我们的强度 之后再休息10秒钟 接下一个动作 那我们第三个动作是 教过大家的深蹲 用深蹲配合一个跳跃动作 深蹲跳做一个变化型 一样可以提高强度 做法的话 我们先看上部影片有提醒大家 一样把你的核心稳定之后 双脚打开跟你的宽部 差不多同宽 用你的宽跟臀 去启动你的动作 做一个深蹲 那双手可以放在胸前 做一个稳定 那这个动作你要做一个深蹲跳 就是你下去要上来的时候 我们发力瞬间让自己跳起来 同时再继续下一个动作 发力让自己跳起来 那有些观众朋友可能 连续做几次深蹲跳之后 觉得很累 或是身体没有复合过来 能力可以在中间休息 并不是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深蹲跳 这一系列动作设计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跳 增加强度 在短时间内间歇的完成 那刚才虽然在示范 但是动作还是心跳最快 有达到140下左右 其实这三个动作 虽然看起来 有些人是很简单的 有些人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但重点还是你个人的感受 以及它对你带来的强度 所以只要你能够做到 我们刚才这一完整系列的 高强度间歇 就对于我们减去内脏脂肪 会有很好的帮助 想要120秒 Follow Lee完整版更练运动影片吗 快快加入Coffee的LINE8 输入有氧运动 就可以免费索取 看完运动的部分 接下来看第三招 四大饮食 摆脱内脏脂肪 四大饮食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减糖饮食 在饮食中减少精致淀粉 跟精致糖的摄取 有一篇文献 针对76名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研究 他发现说你只要减糖饮食三个月 就可以显著的降低体重 BMI 血糖 糖化血热素 血脂肪 以及内脏脂肪 第二是低聚餘饮食 则是低升糖负荷的饮食方式 可以有助于控制血糖 特别适合糖化病患者 减重或想要维持血糖稳定的人 文献研究告诉我们 针对69名21岁到50岁之间的过重患者 我们这样研究对象 吃8周的低升糖负荷饮食 结果发现 男生减少4.3%的腹部内脏脂肪 女性减少15.1%的腹部内脏脂肪 和高升糖负荷的饮食相比 低升糖负荷饮食 确实减少更多的体质总量 第三是膳食纤维 多摄取青菜木耳等水溶性膳食纤维 研究证实 每增加1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取 可以减缓内脏脂肪堆积速度的3.7% 第四 多吃蛋白质 蛋白质可以让你促进先程代谢 内脏脂肪减少 而美国国民营养健康调查 针对2万多名19岁以上的受试者 发现他们只要蛋白质摄取越多 他们腰围越低 HD纹容度越高 而其中腰围 就是我们评估内脏脂肪的重要指标之一 刚才提到这四大饮食 实际上要怎么执行呢 今天我们就以上班族或外食族来举例吧 如果你的生活范围只有小七 全家等便宜商店 还是可以达成的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采买吧 我们买好了有纤维质 有蛋白质 有淀粉 那纤维质的部分很多人会选的是这种生菜沙拉 这确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而且它纤维质的量相对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已经吃你这种生菜沙拉类的食物呢 其实现在便宜商店都有一些像绿乳笋 或是玉米笋 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这样吃起来其实你的纤维质的量 已经非常的足够 蛋白质的部分呢 很多人说那除了鸡胸肉跟彩蛋 还有什么可以吃啊 像这一些烤鸡翅啊 或是烤鸡腿 你只要把皮去掉就相对的安全 那你觉得这蛋白质不够 你可以再加上一点卤的蛋白钉 这样加起来其实就有超过三分以上的蛋白质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来点植物性的蛋白 你就可以蛋白钉 配上这个特浓的豆浆 这样加起来其实也有超过三分以上的蛋白质 蛋白质的份量其实相对也算蛮足够的 至于淀粉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的份量控制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吃一颗这种三角饭团 那里面还有一些鱼 甚至可以增加一点蛋白质的摄取 或者是选一个比较小颗的地瓜 25元以下的地瓜 那有人会说 不管是水煮的地瓜或是烤的地瓜 都会让血糖上升 但我认为你只要掌握食材的份量 跟它的顺序 包括你先吃肉 再吃菜 再吃这些淀粉 并不会让你血糖有太大的波动 重点是我们在外面选择是以方便为主 尽量以相对安全的选项来做选择 最后提醒大家 淀粉是选一个吃 不是把地瓜跟三角饭团两个都吃掉 你这样吃 一定是淀粉会超量 我们刚才示范了外食足可以达成的饮食技巧 大家都学会了吗 接下来就帮大家再复习一下 我们三招534降低内脏脂肪 5减重5% 三种运动 高抬腿 弓箭部的变化型 以及深蹲跳 四大饮食 分别是减糖饮食 低升糖负荷饮食 膳食纤维 以及蛋白质的摄取 只要能够掌握534这个口诀 一定可以让你成功甩开内脏脂肪 有任何其他健康问题 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 加入我们官方LINE 获得更多健康知识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